大家好 是不是听说用小苏打可以清洁物体呢 但是你还知道吗 用食盐再加上一把他 清洁作用比小苏打还好哦 看看视频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首先准备一个碗 倒入半杯的温水 加入一大勺的盐 再来一把食用剪 用筷子搅鱼把盐 和食用剪搅拌溶解混合为一体 像这样充分的搅匀就行了 再准备一个喷符 刚刚调好的食盐结水倒进去 把喷符盖拧紧 这样就可以拿去兑付家里需要清洁的地方了 来看看家里游屋的重灾区 就是有烟机还有灶台了 像这里有小孩的一天三顿在家都要做很少出去吃 每一顿放下来 这灶台上面真的是又脏又油哦 食用油污剂味道刺皮伤手又不安全 那么这个食用剪盐水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食用剪盐水攀洒到油盐机灶台等等所需要清洁的地方 嚼嚼落落都可以多喷一些 喷完以后啊静置5-10分钟 充分的溶解这些油污 食用剪和小苏打有什么区别 区别最在于它们的成分上不同 食用剪主要成分是清氧化钠 小苏打呢则是炭酸清钠 这两者都可以与酸发生反应 10分钟后用一罐很干净的抹布来擦一擦 基本上一擦这些油污啊就没有了 把这档板也擦一擦 是不是一下子就很光亮了 继续把灶台的部分也擦干净 为什么这个食用剪加盐的清洁效果这么好呢 就是因为啊食用剪的碱性要比小苏打的高 一碰上油污就能够非常好的分解掉 加上食盐的杀菌消毒 清洁的效果比小苏打好太多 除了能够清洁物品的话 还可以用来制作面条 泡发干物等等 都很适合用食用剪哦 而小苏打碱性弱 味道比较淡 腌肉的时候呢可以加入一点点 能够破坏肉质的纤维结构 使得肉质更加的软嫩 还可以用来清洗果蔬 使用得大就可以把它们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以后啊清洁厨房里的这些油污 或者是洗碗瓢盆比较顽固的污渍 油垢记得用食用剪哦 经过两遍的擦拭来看看油烟机还有这个灶台 是不是变得非常的干净呢 油光秤亮的一点油污油垢脏东西都没有 看着就很是舒心 而且使用这个食用剪还有盐做成的溶液来喷洒呀 一点也不会刺鼻 非常的天然健康又省钱哦 看到这里的朋友赶紧转发出去 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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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